露儿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航 大家好 我是ول ول 欢迎回来我们的头牌秀场 我们头OSE 88 88 没问题 观看我们BB 最近时尚圈仍是调动品牌 很多品牌都大焕虚 特别是 开云集团 刚经历了Boutique riskanger 换人 Gucci换人 Alexander McQueen 最近又宣布 在品牌工作了26年 担任创意总监长达13年的 Sara Burton确定卸任 吓得我上次在巴黎世家的after party上 趴在丹麦娜的耳边说 Don't ever leave Balenciaga 这个家不能没有你 她说I cannot decide it 丹麦娜趴在我的耳边说 尊度假度 是要全部摇耳朵不能说话 主要是after party太吵了 只能趴在耳边悄悄说 你没事吧 那评估了BB Gucci Burberry的换人风波 今天我们来聊聊Alexander McQueen这个品牌 一起来看看品牌最新发布的SS24女装秀场 也是Sara Burton在Alexander McQueen的谢幕之作 之前几场设想解析 大家就说我们又说商业说太多了 不说设计理念 设计理念太少 有时候我就想说 我们不说设计理念 不在于我们 在于他们 在本期视频里面 我们会通过秀场详细的分析 Sara Burton在麦坤设计生涯中的一些经典作品 以及品牌在时尚圈独树一致的风格 如果你是期望来看到设计理念的话 那这期很对你的胃口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踊跃的为我们点赞 转发收藏投币哦 有点关注您的支持 是我们把转发的最大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一张书写工程 每个打击点都涵盖到的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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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评人的解读工作变得非常的简单 看得人乳线通畅 你看谁乳线不通畅 很多 我就想说 Sarah Button不过是优秀的女性设计师 考虑到了女性时评人的乳线 那给不了解的小凯 还是要介绍一下Sarah Button这位设计师 毕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介绍了 那Sarah Button她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设计师 我觉得她一路走来 可以说是顺风顺水的 她在圣马丁的时候主说的是print fashion 然后在大三的时候通过系主任的介绍 就去到了师哥 Lee Alexander McQueen 当时还是一个小作坊的品牌 做实习生 那Lee在2010年突然去世之后 彼时的Gucci Group集团 现在的开运集团 经过讨论之后 决定保留这个品牌 并且提拔在当时已经成为Lee的左膀右臂的Sarah Button 成为品牌的创意总监 那这一呆就是整整26年 是的 那社长居然还挺多这样的案例 就是主舵走了 副手上网 后离大家的挺久的 对的 因为很多观众没有意识到的是 创意总监 他其实除了设计 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 比如说他要跟明星去social 要跟老板去汇报 有的创意总监 还要在after party上面打蝶 有的还要上杂志拍裸照 很忙的 大家看到的大部分的设计有可能都是副手在制作 像Lee以前在McQuinn的时候 通常都是在秀上前一周 可能就大刀阔斧地把之前的设计全部推翻 再做 然后在一周之内做出一场新的collection 上演生死实错 就如果他出现 是他来最后做修改 如果他不出现 那还有整个团队已经做好的一个秀 作为托敌 那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面 Sarah Button就可以被看作是 Lee Alexander McQuinn的一个安全网 形式暗部就班 但是成文可靠的他 和灵光四溢但不靠谱的Lee 就完全不同 所以可以看到在他接手品牌物之后 McQuinn的秀场从金氏骇俗 逐渐转变为平和沉静 品牌呢 那不再频繁的出现在头版头条 但是整体来说衣服变得越来越好穿 那带着这样的背影之时 我们来看到本场秀场 秀场主题为Anatomy Second 解剖第二章 与2023年秋冬秀场的解剖第一章呼应 2023年秋冬以Tillery俐落的衣服剪裁为基础 左以柔美的兰花元素 秀场中以细密的串钟 模拟肌肉组织的手法 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那我们来看本次2024春夏秀场的开场 第一件look 是一件由Kaya来演绎的look短裙 也不难理解Anatomy 解剖在这里指指的 就是英国时装当中的精髓剪裁 而Anthony McQueen 这个品牌是在众多时尚品牌里 最注重剪裁的品牌之一 因为创始人李Anthony McQueen 在进入圣马丁学习之前 曾在萨维尔街作为达版师学习了一段时间 甚至当时有传言 调皮搗蛋了他 再给当时还是王储的查尔斯 在定制的西装内感里面 偷偷写了一个我是大傻龟 对 后来怎么被发片子呢? 他自己说的 因为大家都说他是秀在里面的 然后李说我才没那么写呢 还给他秀,我直接用马克币写了 OK,我们来看回修长的look一好吧 硬体的羊毛面料在肩膀和胸口的地方被割开 灵感很明显是来自于 李的1996年春霞秀长的Hunger 大家可以看到在李的笔下 模特仿佛是被吸血鬼 或者说是被野兽袭击 身着的衣服被撕裂划破 裂口不规则的排布在肋骨 胸口甚至胆部的位置 配以贴肤轻薄的面料 塑造出一种威胁 野性原始脆弱的感觉 而在Sara Button本人的设计里面 我们会经常看到 就是对称的美学 她把裂口对称排布在经典的 英式西装大衣上降低了随意性 强调了秩序感 相比于利益手下的女巫感 她的设计更像是一个女骑士 而楼空的位置也转移到了肩膀 腰部这些地方 作为衣服剪裁的延伸 意在优化就是穿着酒的比例 给了一种优雅、高贵、精巧、坚毅的感觉 在Look 10、12中 Sara还用镂空西装搭配皮革细节 我觉得很好看 时髦又时穿 得体又风脏 那说到剪裁单品呢 我很惊喜地看到 修场中有Look 6和8这两套 这两套的西装扩型是硬挺俐落的 但是在胸部是做了柔软的线条处理 让我想到了巴黎世佳2020秋冬洪水秀场里面的 Look 53、55、57、59、61 这几件衣服的胸部剪裁 那巴黎世佳那一季洪水秀场的衣服 存饰量都很少 以上这几件衣服根本就没有看到过有人穿过 所以Sara Button这次做了类似感觉的衣服 我还蛮开心的 我感觉我又可以了 我又可以冲了 又可以 OK OK 我们再回看到Look 1 看来看去还是Look 1 无法向下走 因为好衣服细节丰富 真的是有话可说 就不像有一些把观众当傻子的设计 观众还硬要你说设计 品牌硬要你说设计 真真是老太太进背窝 给爷整笑了 所以麦坤是老母猪带修照 一套又一套 现在还在第一套 我们来看Look 1 它整体的造型是简洁干脆的 Sara是用模特的红色指甲 新红的漆皮高跟鞋 以及背后的红色纺带 来提亮整套Look 整个秀场中可以看到 红色通篇的大量出现 在Look 3,4,11,13,14,16,25,41,42 当中都有大面积的运用 虽然Alexander McQueen 他没有官宣的品牌颜色 但是其实如果你了解这个品牌的话 你会知道 其实正红就是他的一个品牌色 所以就是设计师的不一样嘛 人家里面就叫Encore 如果你有购买过Alexander McQueen的衣服 你会知道他的那个黄尘袋 就是米色加红色 然后加在一起就很像一个果实袋 就很符合品牌DNA 红色其实对于麦吞这个品牌 有着多重的含义 首先红色代表一个英国皇权和威严 创始李Alexander McQueen 其实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文化 非常的痴迷 很多小课可能比较熟悉的是皇家兰 但其实皇家红在英国的皇权文化当中 也随处可见 比如说帝国皇冠上的红尖巾 英格兰旗柱上面的红十字 以及在本次秀场show note当中 Sarah说 This collection is inspired by female anatomy Queen Elizabeth the first blablabla 后面不重要 这段话里面其中致敬的 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仪式 最经典的形象也是一席红裙 其次红色也代表着牺牲和血腥 英国人每年在中国人度购物节双十一的时候 大街小巷的人生前都会带一朵 就是红色的英素花 用来缅怀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之后所有战争中牺牲的 就是英国士兵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 就是配戴白色的花 来祭奠 来表达S 死亡与破坏美学 一直是Leigh Alessandro 可以在整个品牌里面 持续讨论的话题 他在一战成名的毕业秀完 Jack the Ripper Stops His Victims 里面就大量的运用了血红色 来描写开堂手捷克残忍杀害的那些妓女们 而本次秀场六个三六十三六十四周 用红色的流苏 来模拟人类解剖后身体的毛细血管 给清天的秀场带来了一次血腥气 那最后呢 红色在McQueen这个品牌里面 也代表着守护和勇气 而且我觉得这层含义是由 Sarah Burton 带入到Alexander McQueen 这个品牌里面的 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解说的 2020的McQueen秋冬秀场 你就会知道 Sarah Burton在那个秀场当中 运用的红色叫做 Welsh Red 威尔士红 灵感是来自于威尔士地区的 红色专房 当地人相信将自己的房子 粉刷成鲜红色 可以抵御恶灵的入侵 来保护自己爱的人 那作为时尚圈围数不多的女性设计师呢 Sarah Burton的时装视角 总带着女性特有的守护本能 利希望穿着麦昆的女性 是让人感到害怕 不敢侵犯的 而Sarah比下穿着麦昆的女性 更像是家族里的女化石人 为别人遮风挡雨 保护弱者 在本次秀场的7、17、19、33、41中 红色依托于玫瑰的形象出现 浪漫而柔软 与Delia Lee手下Burberry的变异玫瑰不同 这个玫瑰是纯正的英伦玫瑰 在湿沙沙的海岛气候中 依然绽放的大女人形象 那说到玫瑰呢 Sarah Burton还有一场 我觉得是可以分神的玫瑰秀场 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那就是2019年的秋冬秀场 秀场当中所运用的 这种立体褶皱工艺 灵感来源呢 是来源于Lee的2008秋冬秀场 The girl who lived in a tree 其中必秀look的红玫瑰 里群气势磅礴 笔触大胆潇洒 我觉得是可以写进 时装史的一条裙子 我也收藏了同秀场的look38 主要是因为买不到look41 这场真的超爱 推荐大家去看 那说到第七者的工艺 那在本次look40 look42中也重新回来了 看到这两条裙子的时候 我稍微愣了一下 就是小脸通黄了 大家都不说是吧 那我也不说了 因为Sarah Burton这个人 就还蛮低调的 一般是不会去往一些 就会产生歧义或者舆论的方向去靠的 但是呢 我们去看了各大时评人的一些秀屏 发现大家小时都一样 这两条裙子上花瓣的元素 组合在一起就很像普希 有玫瑰普希群 对的 普希玫瑰 不是普通的玫瑰 不是英伦玫瑰 我觉得蛮好的 有一些脚匣的小幽默在里面 本次秀场主题就是 female anatomy 女性解剖 有普希这个器官 我觉得蛮合理的 因为女性最独特 也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强大的能力 就是越于生命的能力 而且就秀场的这两套look来说 我觉得是做的非常的美的 因为就相比于之前卡老师在Megala 他有穿过一套Tom Brown 做的普希群 那套就有点过于写实 我觉得 不太优美 那Sarah她做的这个普希群 也不像隔壁JW Anderson 做的狄克一 那么的简单粗暴 让人看了身理不适 而对于温柔的女性力量 在本次出场中也有很多的体现 比如说look 2 look 4 look 9 look 45中 随着模特脚步摇曳的垂坠流苏 连接着两侧的面料 藕断丝连 我也理解 这个可能是女性独有的绵绵情丝和细腻的牵挂 金属丝线的运用 让整个look流光溢彩 眼波流转 在look 7 look 17 look 33中 半透明的面料 仿佛是被一缕清风吹拂到人的身上 攜在人的身上 人在往前走 他的风在往后吹的这种感觉 背后的V型开口露出性感的腰窝 在look 7中搭配的蓬松凌乱的羊毛卷 我第一次在十亮亮 瑞丽的充满攻击性的脸上看到了清新脱俗四个字 那秀场的keylook讲到这里其实也就讲解的差不多了 整场秀看下来我个人很喜欢 我想说麦昆的剪裁真的能经过时间的考验 如果你是我们频道老BBG的话 你应该会发现我们一开始穿很多麦昆 然后后来有段时间我们就都不穿了 转而去穿很多的巴黎赤甲和BB 因为麦昆他的那种剪裁的衣服穿在身上 是会有一些板的感觉 穿着人不太舒服 有一些隆重在这边 但是上个月我们去开云总部拍片 我们两个没有商量过 然后都穿着麦昆出现了 拍出来大家都说哇好好看 一看就是好衣服 我们也觉得就是麦昆十个那么久拿出来 穿上身还是很提气 穿上之后显得人特别精英 我们真的感觉到这场 就是Sara Burton的设计终于放松了下来 秀场里面甚至出现了一些打毛的大衣 起面到骨子里的英国人竟然设计出破衣服 设计出了一些丹丹风格的衣服 有一种四两步切斤就是放松的感觉 但是燃病软的走了 对 在收场最后呢 并不音乐想起了来自于David Bowie的Heroes这首歌 I will be king and you will be queen We can be heroes just for one day 如今的时尚圈交叠更替越来越快 能成为中流砥柱长青树的又有几个呢 历经二十多载 从懵懂的实习生到亲眼目睹力的自杀现场 再到现在能独当一面 Sara Burton从一个长相清冷的少女 也成长为了现在笑咪咪还会和她比心的一个和蔼的阿姨 可能对Sara来说 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面尽情挥霞过 就可以算得上是幸运的了 Sara Burton离开之后 了解Lee Alexander McQueen新意的人 应该是没有了 我觉得就是两个generation的人 也许Lee的形象 正在Alexander McQueen的这个品牌中渐渐隐去 就像Martin Magella在Maiso Magella的处境一样 品牌也从之前的Maiso Martin Magella改成Maiso Magella Martin这个名字被拿走 如果之后有一天Alexander McQueen这个品牌名变成McQueen 我想我也不会太惊讶 前不久开云官宣了年轻的Sean Magella 作为品牌的下语人创意总监 Magella for McQueen 姑且是扫把头,麦克人是麦克基 好,记得吧 这位低调的设计师我去查了 没有维基百科,也没有Instagram账号 之前在J.W.A.N.S.Dressman Norton,Burberry以及Uniqlo工作过 看过往的portfolio,他应该是以男装剪长的 Alexander McQueen品牌引以为豪的剪裁风格工艺 到他的手里多少是去多少是流 他又能为这个品牌注入什么样新鲜的观点 是否能对打LVMH强势的男装部门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觉得本次的头牌秀场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不要吝啬为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 大家请点关注,那我们期待会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